好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七章的学习了 第七章整体来说难度不算特别高 它个别的考点可能会复杂一些 但整体上来说逻辑上没有那么复杂 这一章有个典型的特征 就这张东西特别多 东西特别多 而且考点的分布也特别多 所以这张每年的分值占比都比较大 因为它内容太多了 总共用五节内容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因为资金管理 考几分 内容比较多 14分 很高了 很高了 来怎么考 所有的地方都能考 客观题主观题都会考察 有一些比较典型的主观题的考点 我现在就写在这 反正你也看不懂 什么最佳现金持有量 信用政策决策 经济经货批量 放弃性和成本率 这些都是我们后续要大家重点掌握内容 这些计算 就是在我们第七章当中 能够考察计算题的地方 也是我们重点学习的地方 但逻辑都比前面的简单 对 比如说老师 这张对 非常好 说公式比较多 但是不难 这张就是这个典型特征 公式多 但是不难 怎么学呢 细碎 繁多 但确实不难 你只要耐着性子逐个突破 就可以了 所以这张 说白了 就是看你毅力的 好了 我们来看第一节 我们争取看能不能把第一节讲完 关于营运资金的管理概述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简单 所以我就不想太磨叽 当然今天节课的时候 给你们一个小彩蛋 第一个关于营运资金的概念和特点 什么叫营运资金 其实我们最开始就讲过 就是占用在流动资产上的一个资金 说白了 我们核心就是这个 广义上来说就是流动资产 但是狭义上来说 我们一般关注的是这个概念 就是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 最后的差额叫做营运资金 所以营运资金就是 你该还的钱 短期内要还的钱 赶紧还的 然后你剩下那部分 你可以动用的资源 就是你日常营运可以用的资源 叫做营运资金 概念上很简单 那首先什么叫流动资产 这是会计的东西 我们简单看就行了 时间 占用时间短 周转快 易变现 企业拥有较多的流动资产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财务负负责 因为这本质上就是 我可以随时变现的东西 我只写是一个词 什么叫周转快 什么叫周转快 说白了 周转快指的是 从你的现金投入开始算 到最终现金回流 这样的一个速度 是叫做周转回流 比如说花钱买原材料 这不是花钱了吗 现金投入了 原材料要生产 生产完之后要卖 卖完之后客户可能还不给钱 不等应收账款 然后最终收回来了 现金回流 所以从现金投入到现金回流 的这个时间的长短 叫做周转期 叫做周转期 所以流动资产相当来说 卖了就能回来 卖了就能回来 相对来说快一些 相对来说快一些 总比固定资产的周转要快一些 好 分类 比如说按照债用形态分类 现金 什么金融资产 这个存货 不讲 按照生产的不同环节 有生产环节 流通环节 其他环节的 不讲 不重要 这不重要 什么叫流通负债 成本低 偿还期短 一年以内的 好 有这么几个分类 第一个 以应付金额是否确定为标准 你知不知道到底要该花多少钱 如果你知道的话 就是应付金额 确定的流通负债 比如说短期借款 应付账款 这是明确知道的 但有一些是你不太知道的 比如说印交税费 你可能要算一算 可能还有退税的问题 比如说预计负债 到底能不能变成预计负债 是货有负债 还是预计负债 所以它是一个金额不确定的 一个负债 好 第二个 以流通负债的形成情况为标准 这个稍微看一下 第一种叫做自然性的流通负债 不需要正式安排 由于结算程序或者是法律规定 而自然形成的流通负债 最典型的就是应付某某 你每个月都要付员工工资 应付职工工资 你不需要什么正式安排 对吧 你日常就要给员工工资 你跟供应商签订 签订这个条款的时候 你是一定付全款给他吗 不一定 你们的结算程序就决定了 你可能有20%的账款 是应付的账款形式 所以应付账款这种 就属于我们的自然性的流通负债 对吧 好 第二个叫人为性的 你故意去借的 借了一个短期借款 OK 好了 两种类型 第三个 以是否为支付利息 一个是有期的流通负债 比如说短期借款 一个是无期的流通负债 比如说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一般来说是没有利息的 你没有说应付账款 买给你那个利息 没有 听明白了 好 所以这就是前面的部分 这个速度跟得上 没有什么重点内容 往下走 营运资金的特点 第一个来源具有多样性 这个来源具有多样性啥意思 你看营运资金里面有现金 有应收账款 有存货 有短期借款 有应付账款 这不都是吗 这都是营运资金 好 第二个数量是具有波动性的 流动资产的数量 随着企业内外部的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时高时低波动很大 流动负债也是一样 你如果缺钱了 或者说你觉得你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 那你就流动资产多一点 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激进的人 那你就流动资产少一点 把钱都花出去 对吧 而且企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季节性的生产 季节性的运作 有的时候你的库存水平要高一些 有的时候库存水平低一些 所以很有波动性 好 第三个 周转具有短期性 说白了 流动资产也好 流动负债也好 它的周转期都是在一年或不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之内收回 好 第四个 实物形态具有变动性和意义变现性 说白了就是 你把应收账款 催 客户要 它就能变成现金 你把存货卖了 你就能把它变成现金 所以它具有意义变现性的这一种能力 对吧 可以迅速变卖 然后去解决你的一些临时性的资金的需求 OK 简单看就行了 当然不需要去研究的严格的去把握 反正你能理解就可以 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难的 第二个部分 营运资金的管理原则 四个原则 第一 满足正常的资金的需求 就相当于是我还是那句话 你平常你是个保守的人 你的钱就多一点 守财奴吗 什么叫守财奴吗 钱都放在兜里揣着 是吧 所以你的核心就是为什么 为了什么 是为了你要满足正常资金需求 对吧 好 第二个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什么叫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其实就是你的加快你的周转 刚刚不说了吗 周转是什么 现金投入到回流的这个时间 你能不能加快一点 比如说 卖了东西给客户 客户形成的应收账款 就是不给你 能不能用一些方法把它催收回来 对吧 要提高你资金的使用效率 好 第三个 节约资金的使用成本 说白了 这个资金使用成本 你可以类似于我们讲的资本成本的概念 对吧 你应该去拓宽你的融资局道 找一些低成本的资金 对吧 能借短期借款 就不借长期借款 对吧 因为长期借款的资本成本比较高一些 时间长啊 对吧 好 第四个 维持你的短期常债能力 说白了 你营运资金实际上就是用你的流动资产去偿还你的流动出债吧 对吧 这不就是营运资金的概念吗 所以维持的是短期的常债能力 这个地方考没考过啊 考过 怎么考的 说营运资金管理是维持长期常债能力 请判断对还是错 送分题吧 说送分题 所以把握住这个就可以 好 干货的内容从这开始慢慢开始出现了 第一个点叫做营运资金的管理策略啊 就第一个当中就是流动资产的投资策略 这个标题啊 起得很奇怪 啥叫流动资产投资策略呢 说白了 就是你企业应当拥有多少流动资产 你脑子里面最典型的 比如说想现金 你这个企业平时你应该多放点现金呢 还是少放点现金呢 所以这叫做流动资产的投资策略 核心你看我这个标题啊 它这个意思就是 你企业应该用多少流动资产放在企业 好 我们来看一下分成两大类型 一个叫紧缩的流动资产 一个叫宽松的流动资产投资策略 统治们 这俩词是不是一看就明白了 紧缩的就意味着少一点 宽松的就意味着多一点 那这个多和这个少 我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呢 我们通常用流动资产占收入的比重来衡量 OK 我们用这两个 用这个指标来衡量 少一点 也就是意味着我的流动资产占消息收入的比重低一点 那就是紧缩的 高一点那就是宽松的 好了 我们来想 少一点流动资产 你就想钱如果少一点 第一个成本叫持有成本 高还是低 没几个钱 有啥持有成本 低 对吧 好 第二个成本叫短缺成本 什么叫短期成本 就是一旦缺了钱 对吧 你来不及找 而发生了损失 产生的代价 叫做短期成本 对吧 那如果你手里边的钱比较少 你的 你的这个短缺成本 是不是就对应的高了一些 是不是 你这种发生 毁损 蔑视的风险 就高一些 所以你发现没有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反比关系 对不对 好 第三个 叫做风险和收益 怎么来理解 什么样的人 平时兜里没多少钱 就是你有钱 但是你放在兜里的钱 比较少一些 为什么呢 你都投资出去了 你该买房子买房子 该买包买包 该买酒买酒了 所以怎么样 你是一个把钱都用于投资的人 都投出去了 对吧 投出去了 不是留在企业了 就投出去了 所以风险高 收益高 OK 风险高 收益高 就是你是一个偏向于高风险 高收益的人 是这个意思 偏向于高风险高收益的人 OK 好了 对面的宽松的 我不讲了 因为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正好是反向的 OK 好了 这里有一个小的说明 说紧缩策略呢 对于企业的管理水平来说 要求是比较高的 就是你手里的钱都花出去了 你手里的钱并不多 但你依然能够满足正常的生产需求 说白了 那么对你的管理水平要求肯定是高的 对吧 那比如说这里举了一个意思 叫做存货控制的事实管理系统 什么叫事实管理系统呢 叫JIT JIT叫做just in time 什么叫just in time吗 恰恰好好很及时 这是一种我们在日本引进的一种 这个库存管理的方式 什么叫库存 这什么叫意思的 在适当的时间交付适当数量的标准的产品 就我啥时候要 你啥时候供应商给我 然后我啥时候就产出来 然后呢 我也能够及时按照我的标准去提供给我的客户 我的产品 这就是just in time 一切都是刚刚好 所以你看 有没有额外的库存的冗余啊 没有啊 你拿来多少 我就用多少 我用多少 我就产多少 我产多少 我就卖多少 零库存 就意味着我的企业所拥有的流动资产是很低很低的 所以本质上这就是一种紧缩的流动 紧缩的投资策略 明白我说的意思啊 这叫GIT的母子 这个地方曾经考古判断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 这个地方呢 虽然每年都讲 但是考的频率不是特别高 我们稍微的关注一下就行 稍微的关注一下就行 这个不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考点 好吧 影响流动资产投资策略的因素 就什么因素能够决定我是把钱都投出去呢 还是我去做一个守财奴呢 哪些因素决定了我们需要拥有多少流动资产 我分成了两大类啊 一个是具体的因素 一个是这个总体的因素 这个地方我不建议大家去看教材了 因为教材这个地方写的特别的复杂 特别的冗余 特别的长 但我都把它总结成了表格 比较清楚的逻辑给你们展示出来啊 所以大家不要看教材 首先先看总体因素 总体因素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你的经营的不确定性 一个是风险的忍受程度 所以一个相当于是客观一点的 一个相当于是主观一点的 对不对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况 经营的不确定性 如果你经营很稳定 而且呢 经营是可预测的 你就比较安全 那你就不用手里拿着那么多钱 把他放着 对不对 所以你就有一个较低的流动资产投资水平 好 如果你经营不稳定 但至少你还能够预测出来 未来是一个怎么样的变化 比如说 它可能是一个季节变化 你是能够预测出来的 那么你就用一个比较合理的 不高不低的流动资产投资水平就行了 第三种 你的经营也不稳定 而且难以预测 你也不知道 这个什么天有不色风云是吧 你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咱们就老老实实一点 就较高水平的流动资产投资 就是你企业里面多放点钱 手财奴一点 就可以了 懂了吧 好了 所以这是经营的不确定性 可能会影响你的流动资产的投资水平 好 第二个点 关于你的主动的一个主观上的风险忍受程度 如果你忍受程度比较低 也就是你的政策比较保守 那么你就变成一个守财奴啊 高一点 如果你忍受程度比较高 你愿意为了更高的盈利 劝易承担风险 你的钱都花出去了 那么你就是较低的流动资产投资测 接着到这儿 没有人听不懂吧 都是很朴实的道理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不难 同志们 有的人问 老师有没有买教材啊 可以不买 官方教材可以不买 好 第二个 我们来看具体因素 这个具体因素啊 我们现在呢 就简单看看 为啥呢 因为等我们学完整个第七章 等到我们冲刺的时候 你再来看这段内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更加清楚一些了 所以现在啊 你就简单看看就行了 简单看看就行了 0369这都理解不了啊 刚才那地方哪个哪个哪个地方理解不了 再听回放啊 同志们 好了 来看具体因素 第一个 我要去权衡我的收益和风险 咱们刚刚是不是最开始说过 说这些什么紧缩的流动资产 或者是宽松流动资产 会导致我的成本的上升下降 既有持有成本 又有短缺成本 对不对 那咱们就把这个具体因素考虑进来 比如说第一种情况 我增加流动资产投资 会导致什么呢 也就是意味着我的企业的钱多 在我企业里面放的钱多一些 会怎么样 会增大我的持有成本 对吧 但是这个钱天天在你小仓库里面存着 你也没出去买基金 买股票的 所以收益性肯定是差的 对吧 流动性是强的是吧 就是我随时可以变现 随时可以把这个钱花出去 好了 我的短缺成本确实少的吧 因为你钱太多了 也不会存在什么短缺的风险 所以它是少的 所以你看起来字好多 但实际上每个都是朴素的道理 每个都是朴素的道理 好 第二种 如果我减少流动资产投资 就是我的钱都花出去 那持有成本当然低了 好 持有成本低 其实短缺成本就高了吧 因为你现在钱少 当然短缺的风险就高一些 短缺成本就高一些 好了 钱都花出去 就是投资于各种东西去了 所以你的收益性是增强的 对吧 但你流动性就减少了 为啥 你手里能够用的钱能够变卖的钱 没多少都花了去了 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呢 这个流动资产啊 多一点 有多一点的好处 但也有多一点的问题 少一点 有少一点好的好处 有少一点的问题 那怎么办呢 我们的判断标准是 最优的流动资产投资 应当是使得流动资产的持有成本 和短缺成本之和达到最低 你想想看啊 持有成本是你量越多 持有成本就越高吧 你天天在找个人看着是吧 持有成本越高 短缺成本呢 是你量越高 你的成本不就越低 对吧 你持有的现金越高 你的短缺成本就越低 所以它俩是一个反向变动关系 一个是高的 一个是低的 对吧 但你看 假设这个是你的持有的现金的水平 假设你 这是你持有现有动资产的水平 这是你的资产的水平 你往这边看的时候 持有成本是这样一个曲线 对吧 短缺成本是这样一个曲线 它们对应的都是有对应的金额的 我们要找的是 令它们两个之和最低 说白了就是这样子 它俩加在一起的曲线 其实是长这样子 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一个晚 这个数加这个数 得到这 这个数加这个数得到这 这个数加这个数得到这 你会发现你最后算完之后 它就是个晚状 别问我为什么 这就是客观的数据展示在这 它就是个晚状 所以我们要找令它们最低的那个点 是个晚 听明白了 当然我们下次课也会说这个东西 好了 第二个 第二个叫做融资能力 这个地方我一直觉得教材没交代清楚 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 他说许多企业由于上市和借钱比较困难 所以就采用的是紧缩型的流动策略 就愁来钱少了那就勒紧裤腰带锅 只子吧 其实你可以这么想就是 没钱这个企业很难融到钱 就被迫紧缩 你把这句话给我写上 这个企业没钱 那就被迫紧缩吧 是吧 所以如果你的融资能力比较差 那么你就用紧缩型的流动策略就可以了 就紧缩型的投资策略就可以了 好了 好 第三个 第三个你现在理解可能比较困难 但是我先用大白话给你解释一遍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词的意思 在销售边际毛利比较高的行业当中 如果从额外销售当中所获得利润 超过额外印象账款所增加的成本 宽松的信用证则可能被其带来更为可观的 所以说啥意思 说的不是人话 说白了啥意思 比如说你原来都是限销 现在你觉得可以奢小 啥意思 就是你卖东西的时候 客户可以先不把钱给你 请问 这种情况下 客户是更愿买你东西 还是更不愿意买你东西 原来必须给我打现钱 现在你可以先欠几天 欠个十几天 二几天 三十几天 四十几天 无所谓 是吧 好 我请问 如果我从限销变成奢销 销售客户更愿买 还是更不愿意买 对了 他更愿意买我东西 对吧 因为他 你不着急找钱 那你这个人好 是吧 好 这种情况下 你会发现有更多的人来买你东西 说白了 你就会带来更多的收益 对吧 这就是奢销所带来的收益 但是 你产生印象账款这件事 对你来说其实不是一件好事 各位同志们 如果你们是做财务同学 你们一定要经历过一件事 叫催收 催收不要钱 催收不得耗费你精力 有的时候还得找专门的催收公司 这不就是由于催收所带来的损失吗 而且一旦人家不还的产生坏账 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你通过这种适当放松的政策 这个政策就是宽松的信用政策 就是我从现键变成收销 你的收销所产生的收益 大于了收销所产生成本 OK 那没问题 那你继续宽松吧 就对你的客户们善良一点没关系 但如果小呢 别傻 对吧 那种情况下你就别那么宽松了 那听明白 好了 好 这是产业因素 好 最后一个影响企业决策者的 企业政策的决策者 比如说不同的人对于企业来说 他们的期待也是不一样的 不同人对于不同的期待也是不一样 这里边我们讲的流动资产 核心讲的是存货 你看 这个情况下 在产业因素这个里边 我们核心讲的流动资产 指的是应收账款的发现量 对吧 而到这儿呢 我们核心讲的是存货 都是流动资产 对于生产经理来说 他们希望你的存货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 高一点 是吧 生产经理当然不希望缺货 满足生产的需要 第二个销售经理呢 高一点 他希望我有东西卖 是不是啊 以及希望是一个宽松的信用政策 那对于财务人员来说呢 咱们可是抠门那一个呀 我希望你的存货和应收账款 都少一点 我希望这两个账户越小越好 对吧 来节约流动资产投资的成本 OK 所以站在不同人的角度上来说 他们的期待是不一样 明白了吗 好了 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怎么考 2017年的一道多选题 我们能不能做出来 关于营运资金的表述正确 有第一个销售稳定 并且可以预测流动资产的资金 可以相对少一些 对不对 对呀 稳定可预测 所以你就安全全一点 对吧 所以少也没关系 诶正确 二比加速营运资金的周转 有助于降低资金的使用成本 对不对 哪讲的 营运资金的管理原则 加快周转就是加快你的资金使用成本 有助于使用你的资金使用成本 二比正确 这种都叫做有用的废话 一看就对 是吧 因为你占用资金的时间少了 那成本当然就跌了 第三个 当你的管理者偏好高风险 高收益的时候 通常会保持较低的流动资产的 投资水平 对不对 对呀 因为钱都花出去了 所以你现在留在企业里的钱 就少了 所以C正确 四D 销售变数比较大 而且难以预测的时候 通常维持比较低的吗 比较低的销售 流动资产和销售比例吗 对 难以预测的时候 你应该稳健一点 应该是比较高的流动资产和收入比 所以四D不对 难选 ABC 能跟上 我适当小点声 我这嗓子已经肿告不行了 我已经是连第四天上课 还有第三天了 稍微小点声能听得见 来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点 第二个点是流动资产的融资策略 刚刚讲的是投资 说我这个企业应该拥有多少流动资产 现在我要看融资 的策略 说白了 就是我刚才要钱 要应收账款 要存货 是吧 那这些都 其实它要有来源的 资产负债表的本质上不具有资金的来源 资金的占用 那如何为你所需要的流动资产 融资呢 各位同学 这是一个重点内容 这是一个重点内容 而且呢 不是那么的好理解 但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能给你们讲明白 这里我先提示大家一下 你把这儿跟财务会计给我分开 咱财管是财管 会计是会计 别去想会计的事 别去给我找对应关系 听懂了吗 好了 来咱们来看看 接下来我给大家写的一些比较通俗的话 假设现在有一个企业呢 对流动资产是有需求的 比如说他要有一笔钱来买年货 你看 要有一笔钱来买年货 买年货不就是构成我的流动资产 问这笔钱从哪来呢 是找银行借一笔短期呢 还是动用自己应有的长期呢 这个问题就是流动资产融资策略 所要讨论的事 为了形成我的流动资产 我的钱从哪来 也就是说 你的流动资产所需资金当中 长短期供给或需求的比例是多少 但是在学这个内容之前 我们先把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做一次新的拆解 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拆解了 我们第一次拆解在哪拆的 我们在讲资金需要量测算的时候 销售百分比法的时候 做过一次拆解 对吧 我们是按照经营和金融 做了一次拆解 今天我们要做另外一次拆解 但拆解的前提是什么 左边代表资金需求 右边代表资金供给 同志们 好了 来 这就是我们常规的资产负债表 对吧 左边代表资金的需求 这是资金的占用方 右边是资金的来源 可以是非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的所有权 好了 这是原来的图 接下来你会发现呢 经常会有种情况 就是经营状况 如果不发生大的变化 企业的流动资产 比如你的现金存货应收 它的水平或需求 应该是一个相对刚性或稳定的 不需要天天变来变去的 于是呢 我们可以界定为 这是属于流动资产的一个永久性水平 但有的时候呢 你会发生季节性变化 意味着你此时存货需要抓一下 有可能的吧 那也就是意味着要在你平时的 比如说存货水平上 要增加一部分 就是在永久性的水平上 做一部分增加 OK 好了 因此啊 我们就把流动资产 做了一次拆解 千万别去多想财务会议的事啊 这是财务管理 一个叫永久性的 就是满足企业长期的 最低需求的流动资产 比较稳定 第二个叫临时性的货 波动性的流动资产 就是季节性的 或突然形成的一些流动资产 我突然要去买个存货 突然要去买个年货 我的高峰期到了 这种情况下的流动资产 叫临时性 占有量 随着当时的需求的波动而波动 好 那请注意这句话 永久性的流动资产 就是时间占有比较长的 那你就用长期的供给解决就好了 长期的资金来源就解决就好了 如果是这些临时性的 你要去购买存货的呢 那你就用短期供给来解决 不就好了吗 对吧 你临时需要钱 那就临时的银行借笔钱 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长期的满足长期的 短期的满足短期的 时间上的 期限上的一种匹配 能明白 跟流动资产相对应的是 我们流动负债也可以分类 但流动负债呢 它也分成两类 一类是自发行成的 有点类似我们刚刚讲过的 比如说应付职工薪酬 你正常生产经营户仲当中 那本来就要给员工付钱的 对吧 你正常跟供应商结算的是 你本来就应该有应付账款的 所以他就是在持续经营户仲当中 一直都存在的一个流动负债 一直都要存在 而且比较稳定 但有的时候呢 你也会有临时性的 或者是为了摩比筹资的流动负债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 比如说零售企业春节之前 为了满足这个节日的销售 需要购入货物 而临时去举借一些银行结款 所以这是临时性 所以你看一般性来说 自发性的流动负债 我们就用可供长期使用 因为刚刚说了 这些流动负债是持续存在于你企业当中的 你可以长期使用 那么他们就是所谓的长期供给方 对吧 而临时性的流动负债呢 只能供短期使用 他们就是短期供给方 负债嘛 都是供给 好了 到这儿 到这儿 大家都能听懂吧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做一个重新结构 来 左边资产分成了 临时性的流动资产 和永久性的流动资产 当然非流动资产 肯定是在这儿不动的 而临时性的流动资产 其实对应的就是 企业的短期需求 永久性的流动资产 和非流动资产 对应的就是企业的长期需求 好了 看到右边 临时性流动资产 我们刚刚说了 它是满足短期供给的 而自发性流动资产 由于它长期存在着 所以它可以满足长期供给 而原本的非流动资产呢 那本来就是满足长期供给的 当然你别忘了 还有所有的权益啊 股东爸爸们投的钱 也是满足长期供给的 所以你发现没有 临时性流动资产的 对应的课 短期需求 对应的是几个科目 是一个 我写在这吧 是一个 长期需求呢 对应的科目有 也不叫科目吧 这个资产类型有两个 短期供给 也是一个 长期供给呢 是仨 叫一二一三 一二一三 短期和短期都是一 但是长期需求对应两个 长期供给对应三个 所以看这个表 要注意叫一二一三 好了 我把这个关系式 注意 这是一个期限匹配的关系式 短期需求就是 临时性流动资产 长期需求 就是永久性的 加非流动资产 短期供给 就是临时性的流动负债 长期供给 就是自发性的 加非流动负债 加所有的全是 一二一三 搞定了 还是一句话 这个地方 你不要去看教材 教材写的很复杂 不要看它 好了 来这里面 我们给大家写了一个原理相解 为什么自发性的流动负债 可以作为长期的资金使用 其实刚刚我已经基本解释过了 就是你看应付职工薪酬啊 应付利贤 应交之为非这些 虽然是流动负债 但是旧的自发性的流动负债 消失之后 随着经营活动进行 它又会有新的 就是不断的滚动 不断的滚动 不断的滚动 所以它可以供我们长期使用 是一个长期来源 OK 好了 这个问题就是去年学生们问的 非要问 老师 临时性流动负债 临时性流动资产 分别对应报表哪些科目啊 你要说我 我就说这个题 这个题我不答 为什么呢 不要整天把流中老师课上的内容 拿到我余静步老师课上来 我们水火不相容 是吧 为啥呢 会计是会计 财务是财务 一个是 做管理者的 咱们这是做管理者的 咱想的事可不就是 可不能因为会计准则的那些东西 哎呀 调来调去 我们体现的是管理思维 咱们高级 同志们 所以同志们 来看 这些东西 它并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 它是站在管理视角下的分类 你看 根据上面的定义 可知 这两者其实都是相较于 我的销售淡季 或者低谷期的流动资产 和流动负债水平来说 你看 企业在销售的旺季 所额外需要的流动资产 和流动负债 就是多出来的部分 你比如说 我以存货为例 维持企业正常经营存货 仅需要一百万 但突然有一天 旺季来了 我可能就需要一百五十万 那这一百五十万 就是临时性的流动资产 是不 因此在财务会计思想下 无论淡季还是旺季 存货永远是存货 但是咱们可不一样 我们赋予淡旺季的一个新的内涵 你们自己品哪个更高级 是吧 同学们 咱们为什么到了中级 才有权利去学财务管理 这玩意就是高级 它体现了一些理念 是不 你会计上就知道存货 是吧 咱们呢 分担忘记 你会计上存货里面 包括原材料 什么都汤巴达达合在一起 咱们单个单个的去分析 所以咱们这个表情 所以不要去给我建立所谓报表之间的关系 没有关系 好 来吧 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说 具体的匹配策略了 总共有三种流动资产的融资策略 好 来 同志们 第一个叫期限匹配的融资策略 其实刚刚我们最开始讲的那个例子 就是期限匹配的例子 啥意思呢 你看 基本关键是 就是用你的长期供给 满足你的长期需求 若你短期供给 满足你的短期需求 来 快速回答我 长期供给对应几个项目啊 几个 1 2 1 3 几个 3个 长期需求有几个 2个 而短期供给和短期需求都是一个 对不对 都是一个 大家能记住了 所以所谓的期限匹配策略 用我这张表来展示一下 请看 资产费代表的左边代表的是需求 资产费代表的右边代表的是 供给 我的短期供给恰好满足我的短期需求 长期供给恰好满足我的长期需求 这就叫做期限匹配的融资策略 长期资金用于长期项目 短期资金用于短期项目 能听懂的吗 能听懂吗 这就叫做期限匹配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的风险和成本特征 说白了都叫做失踪 风险呢也不是特别高 成本呢也不是特别高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注意啊 说这个期限匹配啊 它是一种战略性的观念匹配 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匹配 所以咱们一直在说 财管是一个管理学 它所追求的是大概的精确 对吧 它追求的不是精准的错误 是大概的精确就可以 为什么 因为给了三点理由 简单看就行了 第一 企业不可能为每一项资产 都按照它有效期单独去配置 那个资金来源 只能按照短期来源和长期来源来统筹安排 它不可能那么细 第二 所有的权益呢是一个无限期的资本来源 你不用还的 但是资产总是有期限的 这两者在时间上本质上 它就是不可能完全匹配的 第三个 资产的实际的有效期是不确定的 但是还款期 人家盯着你呢 是确定的 所以也必然出现不匹配的情况 所以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完全匹配 但是是一种理念上的匹配 OK吗 我们在最后 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彩蛋 就是告诉你 这种理念上的匹配 到底是个啥意思 别就学了个计算 别就学了个一二一三 没有意义 我们最后再给大家去揭晓 来 第二种 我才感觉今天不但不用脱后 还能提前下课 来 第二种叫做保守的融资策略 各位同志们 什么叫保守的融资策略呢 咱们给它起个名字 叫做长贷短投财务费用高 什么叫长贷短投呢 你的长期贷款 用于了你短期投资 借了一笔长期的钱 但是我却用它买了一笔原材料 说白了就这个意思 你看啊 它的基本逻辑关系是就是长期供给大于长期需求 其实你看长期是最简单的 最点简单的 就是你有产不完的奶 是吧 你长期供给都大于长期需求了 你这个人得多保守啊 是不是一个守财劳的角色 是吧我不断在供给供给就是怕你不够用啊 长期供给大于长期需求 这是个典型的保守的融资策略 那它导致的问题就是什么呀 就是导致短期供给没有办法去满足短期需求 对吧 为啥呢 短期供给没有办法满足短期需求 因为你的短期需求有一部分都已经被长期供给给满足喽 是吧 这叫什么呢 拿当官的不当干部 是不是 是叫这个意思吗 我不好说 是不是这个意思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是不是这个意思 来 看我这个图 我这嘴都瓢了 看这个图 左边是需求 右边是供给 是吧 别拿村长不当干部 对 左边需求右边供给 左边仍然是短期的和长期的 然后你看右边这个供给 我短期供给是不是比长期 短期供给是不是比短期的需求要少 但是我长期供给度 我长期供给是从这儿 这都是 你看 它超出短期需求 超出这个部分 超出长期需求这个部分 啥意思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你这个部分本质上是长期供给 却满足了短期需求 就是我这里的例子 我借了一笔三年期的钱 我却需用它满足了一个三个月的需求 你想想看 这个钱 它只需要三个月就用完了 但是你借了一个三年期的钱 哎 那利息你还不还 你得还三年 你是不是得还三年 浪费了 是不是同学说钱借多了吧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你一直要还利息 所以财务费用高啊 所以当做一个口诀来记 长待短头财务费用高 长待短头财务费用高 这个例子很形象很生动 听懂了吗 好 这是我们说的保守的融资策略 下来 看它的风险和成本特征 风险低 成本高 为啥说风险低啊 你借的是长期的负债 那都是守财奴 是吧 长期负债呢 以固定利率为基础 波动也比较小 短期融资方式呢 是浮动利率可变利率波动就比较大 所以整体利率风险来说是比较低的 其实你都不用想那么东西 守财奴风险肯定低 是吧 你一个守财奴 借了那么多长期的钱回来 啊 好 成本高不高高 守财奴 说白了 就是他拿这个钱啊 不出去投资 天天憋在家里边 涨毛 对吧 因为你借长期负债的成本 肯定大于你借短期负债的成本 对不对 所以这是很好理解 所以风险是低的 但成本是高的 是一个反向 对吧 好了 那我问你收益高还是低啊 当然低啊 为啥呀 风险低 所以收益低 或者这么来理解 成本高当然收益低了 你怎么理解都行 是不是 好了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种情况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种情况 叫激进的融资策略 叫激进的融资策略 激进融资策略叫做 短贷长投资金链会断 哎呦 这个吓人了 刚刚那个说 你这个守财奴 长期供给 比你长期需求都多了 你好 你好好害怕 我给那么多供给 现在一反过来就行了 短期供给 比长期供给 比你的长期需求要少 你看 把这个方法反过来就行 而这种情况下 你的短期供给 又比你的短期需求要高 大家同志们 直接看这个图 你就能明白了 直接看图就好了 短期需求一点点 长期需求一大堆 短期供给呢 在这 但长期供给呢 少 所以你看他比他少 是不是 他 大于他 长期供给是少的 这个是多的 好了 你看同志们 这个短期供给 看起来比较多 你看超过短期需求的部分 意味着什么 这个部分本来是短期供给 但是你超出的这个部分 你去满足了长期需求 啥意思 你就借了一笔三个月到期的钱 短期供给 短期来源 但你却用它去满足 筹建了一个三年期的项目 哎 这项目要花三年前 你就借了三个月 那啥意思 三个月用完之后 你是不是还要一直借钱 还要一直借钱 还要一直借钱 不断地跟银行借钱 银行还能借给你吗 对吧 你有那么容易借钱吗 不容易 所以资金链会断 不一下就断了 所以短待长头 资金链会断 大家能听懂吗 好了 来 接下来看风险和成本的特征 风险高 成本低 风险高 为什么高啊 流动性风险高 流动比率低 不用理他 你就记这个就可以了 为什么风险高啊 不断地借钱还钱 借钱还钱 借钱还钱 资金链都会断了 风险当然高了 但是成本低啊 因为你借的是短期负债 短期负债 它的成本是低于长期负债的成本 所以它的成本是低的 好 请问收益的高还是低 收益高还是低 收益高 因为风险高 收益高 因为成本低 所以收益也高 明白 刚才谁跟我说困了 0886 你困了吗 来 现在请你 在你的大腿根下面给我掐一个 掐个紫豆子出来 不止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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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啊 还困 好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命迹角度 考树的时候考什么 考融资策略类型的判断 请你判断 这是属于保守的 匹配的 还是激进的 三种威胁 那怎么做呢 我告诉大家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做 用什么方法去做 我们用长期需求和长期供给来判断 你就想啊 什么情况下是 保守的来着 连长期的供给都那么老多呢 当然是保守的量 对不对 所以核心的判断方法就是看长期供给多少 长期供给多保守的 长期供给少激进的 对吧 那你就去算呗 长期需求是多少 两个 长期需求几个 长期供给的 三个 一二一三啊 那俩短的是一 对不对 那俩长的 一个是二 一个是三啊 所以呢 你就在题目当中去找 长期需求等于流动性的 等于永久性的流动资产 加非流动资产两个 而长期供给呢 撒 自发性的 加非流动负债 或者是长期负债 一个意思 加所有的权益 好 算出这个大小 比较长期供给和长期需求的大小 就完事了 链脑题 2017年的一道 单元题 但是我把它改成计算了 某公司的资产总额是9000 其中 永久性的流动资产是2400 波动性的是1600 该公司的长期资金来源 金额是8100 人家已经告诉你的长期资金来源 这就是长期供给 是不是 各位同学 已知条件 8100 好 我请问你 我请问你一下 你是不是得先算出长期需求 长期需求是什么来着 是永久的加非流动的部分 对不对 永久的给没给 永久的给了 永久的是在这 永久的是2400 所以2400 加上非流动 非流动咋算 别把基本常识忘了 总共资产是9000 流动的减掉不就是非流动吗 一部分流动是2400 一部分流动是1600 那剩的不就是非流动的吗 所以就这么算 算完之后多少 7400 好了 这就是长期需求 那个2 这个8100 人家直接给了3 所以他大于他 长期供给 大于长期需求 所以什么 保守的融资策略 能不能听明白 能不 好了 来 看一道2021年 去年的三项选择题 下来个人当中 能够表明保守形容资策略的是 同志们 天天自欺欺人不是吗 终极难吗 就这难度 选什么 保守形容资策略是什么 长期供给大于长期需求 你想吧 长期供给大于长期需求 然后如果你用短期来判断 那就是反过来吧 那就是短期供给 小于短期需求 说白了的吧 A 长期资金来源 不就长期资金供给吗 长期需求呢 2 还是不是2 永久性的和非流动资产 选A 对吧 C为什么不对 C解反了吧 C是不是应该是 变成小于2就对了 随便选A 是吧 C如果改成小于的话也对 所以核心记住 这个长期供给大于长期需求 然后反过来你就能推出来 短期呢就是供给小于短期需求就可以了 能听明白不 OK 好了 那这个题我就不讲了 我今天不往下讲了吧 可不可以 我不往下讲了 我不开现金了 反正那个彩蛋大概也是七八分钟左右时间 我们现金下次一起讲 好吧 今天大家这个整体来说内容也挺多的 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个小彩蛋 这个小彩蛋 这个我们今天学的话有啥用 是吧 我一直跟你吹 我说吹吹吹 我说吹 吹啥呢 我说吹这个 咱这是财务 咱这是高级的思想 是吧 但是你学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实你也没学到什么的薪水 你学到的东西就是计算 怎么去判断保守性和激进性 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去聊聊看 这个融资 流动资产的融资策略背后 到底它的管理思想是什么 首先来看一下 讲啥呢 其实跟流动资产这个词本身并没啥关系 它其实本身讲的是融资的一项原则 这项原则叫做什么呢 叫做 上来就写错字 叫做期限匹配 就是一项基本的融资原则叫期限匹配 这个原则在讲什么 就是短期资金做短期项目 长期资金做长期项目 这就叫做期限匹配 短期的钱投短期项目 长期钱投短期项目 但是问题就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为什么呢 如果不是的话 就不会存在我们刚才讲的 一个是保守型 一个是激进型 我给它起个另外的名字 叫什么呢 一个叫胆小者 一个叫玩活者 胆小者叫做什么 叫做长待短头 财务费用高 我们学过呀 这就是对应我们刚才所讲的保守型的融资测原 请问评论区的各位 你们是不是保守型的人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吧 对吧 钱存着 我也是 钱存着 那对于企业来说呢 也是一样的 各位同志们 你在企业里面永远会发现 你会发现企业里面 你去找它的长期借款 大概率可能是比我们短期借款要多的哟 对于企业而言 它的长期借款比例 往往会比短期借款的比例要高 为什么 因为企业是一个风险厌务型的 是吧 企业也是风险厌务型的 他也觉得说 哎呀 天有不测风云 我哪天真的就赚不到钱了呢 所以我就保守一点 我多借一些长期的钱 我们来回想一下 我们在第六章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什么 我们第六章当中讲的是项目投资的管理 对不对 我们分成了投资期 营运期 终结期 我们在讲的时候 我们分成三段 投资期 营运期 中写期 我们在讲投资期的时候 只讲了两笔现金流量 一个叫做项目投资 这个长期赛投资 一个叫做营运资金点资 但本质上 你最后算出来这个现金流量 你这个cashflow永远是小于零的 是吧 你天天就是 你算完之后 它就是一个小于零的数 哎 你为了这个小于零的数 你知道它什么时候能够回款吗 什么时候能够赚钱吗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虽然我们题目当中好像默认说投资期就是零时点 但是你去借钱的时候 难道去借一个一年期的借款 不可能 因为你清楚的知道 这个钱并不会像我们题目当中那么快速 第一年就赚来收入 第二年就赚来收入 第三年赚来收入 全是收入 不可能的事 大概率就是 前面要亏个几年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能借短期借款吗 不可能 你应当借的是长期借款 为什么会有同学问 这个东西考不考 我是第一次讲这东西吗 我第一次讲思想碰撞吗 在咱们财管课上 我今天刚开始讲基金经理疑问 我考不考 这点基本的逻辑的判断 都判断不出来 怎么还会问这种问题 还有他骂 那就是考 是吧 认真听 别想考 来 接下来我们说玩活者 接下来我们说玩活者 这个玩活者 就是刚才讲的激进性的 我以前不是用思想碰撞 但是我平时也没少讲 特别是在鲜血班 如果没听过鲜血班 鲜血班讲的很多 强行学的介绍讲的很多 玩活者就是激进的 激进的是啥意思 短待长投资金率会断 我跟你说 咱们考中级的同时 可能同学可能还好 但是你会发现 如果是一些大学生 一些年轻人 经常玩的一件事什么 就借新债还旧债 太常见了 能够花五千块钱 信用卡买了一个手机 工资还没到账呢 还不起怎么办 再拿另外一张卡 还这张卡的钱 这不就是典型的吗 短待长投 对吧 投离一个金额挺长要时间使用的项目 对吧 但是你这个短待 你根本就还不起 所以资金面会断 这就是玩活者 可是并没有很多企业去敢这么做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 胆小者也有大票人在 玩活者也有大票人在 但是对于企业来说 其实很多人是一个胆小者的决策 他们更多的会去借一些长期资金 好 那短待长投就一定不好吗 你听下来好像那个玩活者真的是在玩活 把自己小命都没有 是不是 但短待长投一定就不好 不一定 这里面呢 我们来给他去讲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个叫胡雪岩的八坛七盖的管理思想 有没有认识胡 有没有认识胡雪岩呢 认识不 哎 中国红顶商人啊 胡雪岩 咱中国还有一个跟关于他的那个 长篇历史纪录片 但我没咋看过啊 总之他有一些管理思想还是可以借鉴的 什么叫八坛七盖呢 叫做八个坛子 七个盖子 我们举个例子 假设呢 你就是一个开小酒馆的 你后面 你花园里面呢 放了八个酒坛子 但是你这个八个酒坛子 只有七个盖子 你欠了一个盖子 说白了 欠了一个盖子就相当于是欠了一个负债 是吧 是一个负债的产生 但是八坛七盖有风险吗 没风险 为什么呢 你只要保证你每一次给客户上酒的时候啊 端到客户面前的那坛酒上面有盖子就行了 那个没盖子的就给他扔到后院就没关系 对吧 所以这就是胡雪原的一个基本思想 八个坛子不需要七个盖子 八个坛子不需要八个盖子 八坛七盖就够 只要保证你端上了那股酒上面有盖就OK 好 这带给我们的影响是什么 影响是对于负债的管理来说 并不是要求企业随时要能够还清债务 而是什么 当有债务到期的时候刚好有钱还 我不要求你随时随地的八坛八盖 随时我要你就给我不需要 你顾客也不会是同一时间八个人来 假设就是个小酒馆没那么多人来的 但是当有人叫你的时候债务到期的时候 你这个盖子能够端上来 好了刚好有钱 你看有的 这就是胡雪原的八坛七盖思想 这就是我们讲的负债的管理 不是说负债那么老多就一定是好事 不需要 对吧 你不需要随时随地都能还清债务的 不需要那么的严谨的 只要有债务到期有钱还就完事的 但是一定会有一些杠精的疑惑 老师为什么是八坛七盖啊 八坛六盖呢 八坛五盖呢 八坛四盖呢 行不行啊 送给大家一句话 这个世界没有对错 只有过有不及 八坛几盖都可以 重点是你有能力来得及运作 所以同志们 这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 八坛七盖就只是一个虚数 你六盖五盖四盖都可以 你要是能够刀伦特别快 那个手特别快 特别利索 OK没问题 那说明你这个企业的资本运作能力很强 但不行的话 你就不要冒那么大的风险 所以不要有钢筋 没有用的 这个世界就是没有对策 但你只要过有不及 就OK 所以八坛几盖都可以 听明白了吧 你只要补上就行了 这就是负债的管理思想 所以你看 我们在学习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时候 我们看起来好枯燥 我们把它分成了所谓的什么 什么波动性的 永久性的 自发性的 这东西有什么意义 实物当中没有那么大的 但是它的思想 本身是有意义的 就是我们在做负债管理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期限体配 长期的钱用于长期的投资 短期的钱用于短期的投资 看起来特别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实际上 在操作过程当中 其实很难做到 你自己本人是不是就很难做到 比如说那些玩火的人 比如说那些胆小者 你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都没有做到很好的期限匹配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从 这个知识点本身去理解它 背后的一些管理的思想和道理 我作为一位 CPA的战略老师 这是我的使命 我不能就让你知道这个知识点就完事了 你得知道这个知识点背后有什么道理才行 特别是这种特别枯燥的 晦涩的知识点 很多同学学 驻快战略 驻快CPA的时候 也会学这个知识点 但学了一大顿 学了一个寂寞 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知识点有啥用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从知识背后去体会思想 这就是我一直说的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它是财务家管理 光学了个算 这个学科就被你学砸了 同志们 光会算 这个学科就学砸了 所以你觉得 今天讲的东西对你有意义的话 没听过我抢先学的同学 找时间去补一补 我觉得我的抢先学想的还是蛮精彩 把每一个核心知识点 背后的一些管理的思想都讲给你听了 说实话 基础班 我有那么长时间给你们讲吗 没有那么长时间 有的同学愿意听 有的同学不愿意听 觉得浪费时间 老师考吗 不考 不考 我不听老师 拜拜 是吧 真的大有人在 不要觉得所有人都这么的清醒 都这么的好学 所以我要适当的去平衡这件事 但是先学班的时候没关系 先学班我有的就是时间 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着急 所以我可以大放异彩 但到了基础 我会尽量的守一守 好吧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理解 有同学会说 老师今年你的课的彩蛋 没有去年多 是这样的 因为今年本来开课的时间就短 然后内容又比去年要多一些 所以我试团的压缩了一点 关于彩蛋的内容 所以基本上在先学班的地方都有 好了 行了 整体我们今天这个课就到这了 大概也是10点左右的时间 虽然是提前了 但这个时间我就对大家来说也比较友善 好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写一个 际语吧 这个际语我觉得也挺扎心的 是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很扎心 所以写给你们 你说小小小多坏是吧 写个扎心的 际语给你们 你们呀 不扎你们都不太痛的是吧 整天就知道鬼哭狼嚎 但是没有一个人去行动 所谓迷茫 不过是清醒的看清自己沉沦 说的是不是特别的扎心 对吧 所谓迷茫 哎呀老师我好迷茫 为什么 因为你干的你有没有行动 你脑子很清楚 是知道自己有这个不足 那个不足 那个不足 但你就是沉沦于不动 懒 是吧 嘿 这个句话我真的是觉得挺扎心的 所以迷茫啥样 有啥好迷茫呢 你动起来 你就不迷茫了 你行动起来 你就不迷茫了 你整天别吵了 老师我来不及 你来不及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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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还是一句话 过游不及 几个小时不睡觉啊 是吧 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答案 量力而行 但同时也要去努力 好了吗 好了 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了 我们下一次课应该是下周了吧 我也缓一缓 明天 我还有一节综合的课 这周的课 当然还有星期日的课 这个课是上不完的 好了 那今天课就上到这了 谢谢大家 大家也注意 这个防护好自己的身体 做好防护 好了 来就到这了 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